欢迎收听《义士携军》第十八回 避雨的人群 不时的有一阵阵的笑声或者是咒骂声传了出来 四周的喧嚣与天地间的大雨 似乎融成了一片 军邪孤身漫步在雨中 看着雨点形成的从天到地的巨大的幕布 在啪啪的打在斗笠上 军邪由衷的从心底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孤单 纵然说自己前世 曾经是天下间最强的杀手又当如何 就算自己有莫大的机缘超越死亡 穿越到义士又当如何 即使获得了神秘莫测的宝物红军塔 更有机会修炼神秘的开天造化功 又能怎么样 自己始终是 始终是天地间的沧海一宿 渺小 孤单 寂寞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都创然而涕下呀 军邪苦笑着摇了摇头 唉 这首诗啊 真应该自己来写 身在意识 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真正的炎黄子孙 在这一世界确实唯有自己一人而已呀 大雨 越显浓稠 地面上水花四溅 雨雾朦胧而起 整个天地在这一刻突然变得不真实 朦朦胧胧 连深州正在瓢泼的大雨 似乎也突然没了声音 军邪突然感觉到 深州的一切就像梦境一般的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不存在了 整个茫茫天地之间 只得自己一个人漫步在漫天风雨中 军邪突然感觉到 自己就仿佛是一只幽灵 或者根本就是在梦游 脚步重重的 踩在雨水里踩出来的声音 却似乎距离自己无比的遥远 这种无根的扶平的感觉 让军邪这位曾经的冷血的杀手 已不由地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无力 前方突然一按 这才发现 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已经走出了大街 走到了一个窄小的胡同里 雨幕中一个酒幌子如同死板板的咸鱼 被竹竿斜斜地挑出来 垂直地挂着 里面传来了一阵阵酒香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消愁唯有酒啊 军邪犹豫了一下 便举步走进了酒店 小店里人很少 只有四五张桌子 却全都是空着的 如此大雨天 酒店的生意自然萧条了 更何况是如此偏僻的小店 为小店的角落里边 另有一人也带着遮住脸面的斗笠 默默地坐着 默默地自贞自饮 既像是在自得其乐 却又更像是孤独寂寞 军邪随意地要了两个小菜一坛酒 便也默不作声地坐在角落里 独居欲捉 旁若无人的自贞自淫 大雨小店一人 这一杯 敬我前世杀过的人 不好意思 你们注定没有报仇的机会了 一而见 这一杯 敬我今生即将要杀的人 不好意思 你们注定要在我手上终结了 干杯 这一杯 敬师父师妹吗 祝你们杀人顺利早日收手 平安喜乐 安度余生 军邪 糖肉无人的 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虽似无声无息 却将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叹息 所有的孤独 都用一杯杯的酒 灌了下去 随着那滚烫的酒水 落进了肚子里面 从今以后 在这个世上 我是军墨鞋 军邪 只是上一世的第一杀手 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 小店的酒水 自然并不出色 甚至有些清淡如水 作为喝惯了上等美酒的军邪来说 实在是有些难以入口啊 但是军邪此刻心中 却并没有觉得酒好不好 实际上 现在就是给他穷之欲业 他也是喝不出多少滋味的 他唯一能感觉到的味道 只是苦涩 只是酸涩 只是迷茫 在这个陌生的天地之间 软弱放纵 只此一次 从今以后 就是邪君之路 就是铁血之路 从今以后 就是用义士的如山骨骸 如海鲜血 成就我 邪君的盖世名声 义士邪君 唯我莫邪 又是一杯下肚 君邪依旧感觉不到半丝醉意 只是一杯一杯的倾倒下去 君邪 却不知道 他这种怪异的行为啊 与周遭的一切 显得是异样的格格不入 似乎茫茫天地之间 他一个人自成一体 与苍天大地漫天风雨 彻底的隔绝开来 那种一世而独立的孤独 但看风云的洒脱 孤独寂寞的超然 在他的身上 完美的融合成了一体 唯有这一刻 君邪还是君邪 那个神秘的第一杀手 而非是金氏墨邪 旁边角落里 那名唯一的酒客 在君邪进来的时候呢 只是斜眼看了他一下 此刻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见他旁若无人 举杯痛饮 潇洒落寞 气度超凡 大非寻常人物 不由得大为好奇 君邪 已经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酒 几近机械地再度举起酒杯 正要把这一杯一饮而尽 突然听到旁边的一个声音道 这位兄台好酒量 此刻语大疯狂 此间只得你我二人 难得有缘相聚 不如共饮一番 你看如何呀 君邪抬眼一看 旁边的客人呢 已经将斗笠拿了下来 露出了一张方正威严的面孔 不怒自威 目光却是温柔如水 正含笑 看着自己 君邪 哈哈一笑 伸手将头上斗笠摘下 随手挂在身后笑道 秋风秋雨 仇杀人 能在这小店相遇 也算有缘 供饮一番 有何不可 来 请 那人想不到 君邪如此年轻 不由一正 呵 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任小二 再上了几个菜 两坛酒 然后端着酒杯 走了过来 在君邪对面坐下笑问 京城之中 如此风华的年轻人 倒还真是少见 但不知小兄弟 是哪位名家之后啊 明家之后 世间扶平本无名 游戏人生 君莫问 难道在兄台的眼里边 非得是明家之后 才能有所谓的 卓然风采吗 哦 果然是我失言了 我自罚一杯 中年人举起酒 微一而尽 动作洒脱 君邪看他脸面 早知此人 定然非寻常之辈 只看他眉宇之间的 富贵逼人之气 一举一动的洒脱自然 小店里外 几股精神力量 来回探测 看来是这个人的 世卫保镖之流 便知此人 乃是一个长期啊 身居高位的人物 现在居然对一个 素不相识的人 坦诚错误 甚或含笑自罚 不要对他稍稍改观 觉得如此人物 同桌喝一次酒 倒也不算是辱墨了自己 请教小兄弟 高兴大名啊 那个人一杯酒下肚 看着君邪问道 君邪的淡然潇洒 让此人对君邪的身份 实在是很感兴趣 有此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只需喝酒喝得痛快 便是你我最大的来意 酒后各分西东 彼此也未必牵挂 名字大抵是个记号 一知何姓 失之何商啊 君邪依然沉浸在 自己略微有些 悲仇的情绪里面 当然不会爆出君邪本名 可若是说出君墨邪三个字 天知道这位仁兄 会不会冒得大于狼狈而逃 毕竟京都亡苦之名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世间浮平本无名 游戏人间君莫问 游子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中年人念了一遍 不禁悚然动容 好句 当真是好句啊 没有想到小兄弟年纪如此之轻 却出口成章 便算是保学之事也未必能及 在下失礼了 说着看着君邪 笑得很是畅快 小兄弟言之有理 是我世俗了 愿再罚一杯 君邪急忙止住 替着左一杯右一杯的 我可还一杯没下肚呢 不会就是为了找个由头 多喝我的酒吧 那个人一正朗声大笑 一饮而尽 摸了摸嘴说道 此酒虽无名 但也算得上是好的酒了 有劲儿 辛辣 这才是男儿汉所喝的酒 不做不做 为了此酒 就算是找个名目 也要多喝一杯的 这酒也算好喝 君邪持之以鼻 我说兄弟 只怕你是没有喝过什么好酒吧 像这样的酒 只不过是偶尔胖上了 更没有别的酒可以选择 才喝一点而已 若是这酒都算得上是好酒 那么天底下的好酒 岂不是太多了吗 那个人眼睛一亮 宋老三的酒店 虽说是不大 但这酒 在京城却是大大有名啊 好酒者无不神往 今日若不是下雨 此间早已高棚满座 也因为如此 今日才能得以痛饮此酒 正是你我的运气啊 要知道宋老三 每天只卖二十坛酒 无事时坛 晚事时坛 当真是多一坛也不肯卖的 小兄弟这话 若是让宋老三听到 只怕是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呀 哈哈哈哈 你这个人不错 在我这么郁闷的时候 绝能把我给逗乐了 军邪本来不想笑 但是此刻呢 却觉得有些压抑不住了 真是太好笑了 这样的淡酒 竟也限量供应 本少爷以前喝过的最次的酒 只怕都要比这酒强过百倍吧 这话倒不是吹牛 因为这酒充其量 也只有不到二十度白酒的度数 而且啊 酒质略浊 对于饮惯了世间美酒的军邪来说 确实是烈酒 甚至对于任何一个现代人而言 都未必会喝 毕竟酒看起来有点浑浊 貌似真的是有些不大干净啊 那中年人的脸色 有些难看了起来 小兄弟 我本观你一为雅士 怎可大放决策 放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须知就算是大内皇宫之酒 本我也是喝过的 与此酒相比嘛 不过是多了几分华贵 却少了几分辛辣厚劲 更难以激起男儿心头的热血 就我看来 此酒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世间佳酿 小兄弟说以前喝过的醉次的酒 也强过此酒百倍 未免太过于伤人了吧 哈哈哈哈 怎么着 我说这话 你不信是吧 军邪斜着眼睛看着他 行 你不信就算了 我也没有非让你相信 不过 算了算了 喝酒喝酒 这位老兄 你知道什么是喝酒吗 你懂得什么才能算做喝酒吗 啊 哈哈哈哈 中年人皱了皱眉 漠然不语 心中已经有些后悔不该过来 这小子也太邪了 别人好心来结交 居然一点也不领情 而且还如此的出言不逊 即便是有些才华 也不过是个适才傲物的狂声 难成大戏 军邪哼了一声 低沉的说道 哼 真正的喝酒 喝的乃是心情 又或者是意境 并不是说将酒灌进肚子里边 就算是喝了酒 那只能说是糟蹋粮食而已 酒啊酒啊 想不到这个世界 非但没有好酒 哼 而且也没有什么人懂酒了 更加没有人会喝酒 更不要说什么品酒 赏酒 孤来圣贤 皆寂寞 唯有饮者留其名 可惜啊 天地茫茫 竟无一个饮者 为这天大的悲哀的事情 喝一大杯 痛饮了一杯酒的军邪 站起身来 仰天长笑 几目苍苍 百万里 茫茫人海 千万余 居然没有一个人 陪我同席共饮 更没有一种酒浆 会让我欣然入侯 这个世界啊 可真是悲哀 酒风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酒不好人更乏味 如此喝酒 哪里有半点意思 走了 这等垃圾酒 居然也限量卖 说说还有人反对 真是福了 军邪心中愤愤 顿时有一种 对牛弹琴的感觉 感觉这个世界 简直就全是一群 土豹子组成的 这样的人 怎么配与我邪军 同席共饮呢 啪的一声 一阵银子落在桌上 军邪狂傲的大笑着出门而去 一头撞进了茫茫语物 转眼不见了踪影 那中年人再好的寒阳 也被他气得有些蹊跷成烟 这个人年纪轻轻 居然如此娇狂 本人怎么说 也是大有身份的人物 自己最看好的酒 最爱喝的酒 在他的嘴里居然比垃圾还不如 那岂不是说自己实在是 不过心中呢 有多少有些羡慕 军邪那种快意洒脱 无军无数狂傲 近乎邪义的个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 纵一人生啊 在这京都 简直就像是一个 大大的囚龙 虽然有些骄傲 但率性而为 也不失为真性情 古来圣贤 皆寂末 唯有饮者 刘其名 当真好句啊 中年人默默的想到 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却不知道是心里作用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只觉得往日这喝不够的美酒 今日居然真的有些不堪入喉呢 有人说古人七步成句 我还倒是吹捧古人 然见此君 便说是七步成诗也绝不为过 尤其的最后两句 当真了得呀 久逢知己 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不错不错 这孙生 果真是有几分真本事啊 说到这里 中年人突然愣了愣 又哑人失笑 这家伙的意思 居然敢说 我不是他的知己 与我话不投机啊 临走还骂我一句 还是酸溜溜的拐着弯骂的 真是三生一个 不过纵观整个天乡国 敢当面骂我的 就包括皇兄在内 还真是一个也没有 这小子倒是让我尝了尝熏鲜啊 君协议生之中 什么样的评价都曾有过 什么杀人狂血魔的不计其数 但是唯独酸生二字 从来就没有落到过他的身上 那愚钝的读书人 怎么联想都不可能 和第一杀手想到一起 书生的家里 有的是书架笔墨只艳文房四宝 而他呢 他有的全是杀人的工具 君协自己自然也不会想到 自己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 几句不连贯的诗句 居然就这样被人定格成了酸声 酸溜溜的书声 而且是拐着弯 绕着脚骂人的狂声 若是知道 定然会啼笑皆非的呀 我怎么可能是书生呢 我以前连书都不看的 老子好赌博 就怕有人说书字 而且老子是以杀人为本事的 怎么可能和书生沾边呢 话再说回来了 君协要是想骂人 那必然会是指着你鼻子骂的 天王老子 他也会这么干 怎么还会拐着弯骂你呢 他当面骂还觉得不过瘾呢 骂着骂着骂极了 他就会把刀子掏出来呀 中年人笑了一会儿 突然感觉有些异样 一回头 却看到了一个瘦小枯干的老者 睁着有些昏黄的眼睛 出神的看着君协离去的方向 一动不动 那脸上的神情居然满是遗憾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义士携军第十九回